凤秋皇霍玄真实身份是什么? 据了解,凤秋皇主演《白露》角色曝光,将一人分饰两脚,挑战霍玄以及乐运两个气质不同的女性角色。 据悉,霍玄、白露是在剧中是一位金国不让须眉的女将军,与荣旨宋威龙氏以及顾欢有感情纠葛。 霍玄为荣旨征战沙场,是荣旨最好的伙伴。 而乐运《白露是》则是宫于心计的王氏小妾,虽然心狠手辣,但对待爱人深情付出。 从曝光的剧照中看,白露身着白衣,长发及腰,露出纤细手臂,眼神若有所思。 而且后半部分的剧情围绕荣旨、康王、霍玄、顾欢展开,美女主什么事? 五年后,楚玉与荣旨再次相遇。 荣旨有一对头乃康王,二人为权势相争,你死我活。 荣旨还有一位红颜知己,是非凤女将军霍玄,霍玄为荣旨征战沙场,是荣旨最好的伙伴。 天机阁主与霍玄多次过招,都被霍玄破解,不禁心生钦佩。 霍玄意识到荣旨对楚玉的情意,决心请辞。 身边有一名为顾欢的大夫对霍玄痴心一片,一路跟随,霍玄被打动,二人终成眷属。 皇帝担心霍玄不受控制,决心诛杀,荣旨力保霍玄,霍玄与顾欢成功出逃。 而此时,康王造反,欲杀皇帝而夺权。 宫中大乱,霍玄家军因为霍玄被皇帝追杀,而十分震怒,意图造反。 出逃在外的霍玄不得不回到霍家军中稳定军心,却发现已怀有身孕,并得知顾欢正是天机阁主。 顾欢接近霍玄,原本只想利用他,却产生了真感情。 霍玄忍痛阻止了霍家军造反之后,悲痛交加的他杀死顾欢后自杀身亡,二人的爱恨情仇就此消散。 霍玄忍痛